但是我聽說你有跟很多大帥哥的男明星有合作過 然後裡面有我超愛的謝廷峰 大家都愛謝廷峰 林峰也好帥耶 古巨姬也好帥 洪卓麗 也不能說不帥 也挺帥的 其實我比較偏愛謝廷峰 你覺得跟他們幾個合作起來每個比較合拍一點 或者比較熟一點 每個感覺都很不一樣 比如秦峰 就是一個戲裡戲外也是很酷的一個人 就他平常也很酷啊 他走出來就是有一個很有型的感覺吧 對 然後我跟他合作那個時候 其實合作的次數不是很多啦 然後跟他有去過一些Live Show 我是很幸運的當他的嘉賓 也有跟他合唱過一首歌叫做誰比我真 但是那個是分開路的 對 然後 林峰就有跟他合作那個 明天以後這首合唱歌曲 那我覺得林峰也是一個大男生的 就是小孩子 他就很喜歡玩遊戲機 然後很喜歡萬歲 萬歲就是請我們吃東西 每次在後台就買很多便當 還是什麼請我們吃 對 前一是他賺了很多錢 對 古巨金合作的機會就比較少一點 但是他也是很親切 就是有試過在一些晚會 他就 因為我們可能沒有訂車子 就要坐計程車 他就很樂意的叫我們 都上我車吧 請你們坐這樣子 紅卓麗 紅卓麗 紅卓麗就是 是你家還蠻好朋友的 他就是一個很搞笑的人 紅卓麗是紅金寶的 不是 不是嗎 不是啊 sorry 紅金寶的兒子 那個是洪天明 那個加了我的微博 關注了微博 他還好借一口嗎 沒有沒有 就是 他是紅卓麗 紅卓麗是我們公司的一個小帥哥 就是走那種書圈味 比較重的那種男生 可愛型 他跟關注麗哪個帥 你好 你問我這個問題 因為我也超愛關注麗 上次因為關注麗來做客 我們的節目 然後我真的是 關注麗就是那種manman的感覺 對 對 紅卓麗就是比較 柔弱書生的感覺 兩個都很帥 所以也沒辦法挑 對啊 很難挑 對 那其實我剛才說到你的偶像 聽風涵說他最近要做一道美食節目 對 他廚藝怎麼樣 我沒有試過他的廚藝 但是我知道他的廚藝是專業的 專業的level 他什麼星座 我不知道他什麼星座 你也問太多了嗎 他們很查 什麼星座 什麼 處女座 處女座 所以很要求每樣東西應該都很細節 因為我聽說 就是他請朋友去他的家吃飯 除了真的是會煮一碗 還會打印那個manu 真的 就像是去那種高級餐廳的感覺一樣 對 剛剛說 對 你說 我說你平時會自己下廚嗎 我很少 我的廚藝 好爛的 沒事 廚藝爛沒關係 會吃就行 哦 我很喜歡吃 我最會煮就是快熟麵 沒事 有廷風可以錯給你吃也不錯 其實說到你的偶像廷風 上次觀之明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最近他又上了百遍大概就模仿了這個廷風 我知道 然後呢 有一段視頻 我不知道這個他模仿你有看過嗎 那一期節目 他有把照片放上網 我一看我以為是世界廷風 真的嗎 有那麼像 但是視頻我就沒有看過 我有看過那一次 我們來看一下視頻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吧 好 媽呀 那支子怎麼弄得太歪了吧 哇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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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激動變有淚碰上妖花物變恐墜 活著是為了證護的內憂 開拍孤獨變成醉 派過於逼劫變離去 互著你我可為誰 連黑暗風出睡 亦難盡揮發幸福當趣 發露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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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子彈好會撐到你 好棒 很像啊 雖然